深水埗可能給人很麻煩的感覺 來都是吃車仔麵、魚蛋、燒賣、腸粉等等的街頭小食 有沒有想過原來玄州街的街角 隱藏了一間日式梳芙里呢 前年後加上由第一個梳芙里開始收錢的都有兩年 因為其實在之前我們是在南山村 所以我們的名字都叫做南山 會叫南山村 因為南山村是很特別的一個老屋村 我現在也是在南山村 我們很自然就在那裡開始開始第一個梳芙里 其實就是一些沒有牌的 簡單說是小販 等等 看片之前記得like、comment、share 以及subscribe我們 還要按一下小鈴鐺 不是的 我老婆就是做零售的銷售 我自己本身是做銷售的 我自己本身是做銷售的 完全跟食物無關 本質就是她喜歡煮食 我喜歡吃東西 她煮食是可以的 為何有這樣的契機去試呢 其實很多時候她家人好 我好 說笑這樣說 不如你出來開吧 之前我去日本吃過一次 我覺得好吃 可能看市場 好像反應也不錯 我就上網看 看看人們很喜歡 我覺得我嘗試一下 那時候也是嘗試一下 她帶我去吃的在香港 我不知道那些是甚麼 甚麼是軟售 我不知道 我看到這兩塊有趣 又動一動一動一動 如果說口味 我計算過 有16種 我乎你很多地方可以吃 在我角度來說 多款式是我們其中一個賣店 最受歡迎的有兩種 可鹽芝士和榴梨 這個差不多都習慣了 因為很多客人來問 或者打來問 你們是甚麼最好吃 因為他們可能都沒有想法 那些客人的反應 都是否可鹽芝士 對 比較正確 我自己也吃過 真的可以 我首先說榴槤 我們加了馬來西亞的D24榴槤肉 進去打 那榴槤味道很重 其實一樣的都是奶 奶蓋打出來就行了 醬就是這樣 海鹽芝士一定有芝士 有日本的海鹽 然後加了忌廉 也是奶這樣 混合打出來 芝士給人的感覺是很膩的 但我們這樣夾出來 是不會很膩的 有時用湖北蛋 有時用日本蛋 季節的不同 就會轉換別處的蛋 天氣是很影響蛋出來的質素 它關鍵是否打得起 因為其實蘇菇利是蛋白 90%是蛋白 打得起就要看不同天氣 有不同的質素表現 心機 那個心機是很重要的 你沒有耐性 你是做不到蘇菇利 客人會吃到你用芝士做出來的 你不是隨便做一塊餅 所以我覺得你不是一塊餅 你是很有耐性 很有心機做出來的 打法的時間和焗的時間 你的時間要教得很準 你遲一點也不行 早也不夠熟 顧著時間很重要 有時在做事顧著時間 所以我很緊張 一人到時 我就看著兩個爐的時間 其實這個環境我不太滿意 做了這行之後 我覺得吃蘇菇利是有個位置 讓人坐 拍照 起碼外面不會太冷 我是有一個心願 即是入鋪 但是沒有辦法 因為剛開始 我們都要先堅持做好一點 我是持不同意見 這裡我們有偏差 沒有共識 吃東西最重要是產品質素 如果這個產品質素 因為你的客觀條件 價值上升 而去到一個很貴的價錢 這個不適合 馬館是一條後殼 馬館是站在這裡吃 再加上我自己的想法 就是親民價一點 我不知道會否攻擊其他地方 為何要到百多元 為何也不用百多元 我們以前放在街邊 叫做小販的時候 我們賣二十五元 為何要百多元 我做出來覺得它比某些大品 他們吃粥吃得太誇張 是有的 我們下來也要買四十五至五十元 是有的 食材貴 好像榴槤貴 我們也不想 都是相對推高的 所以理念我覺得 當然有得坐 有一個很舒服的環境 這個會是方向 但是我覺得不是必須 晚上是有班客人的 那班客人是… 我想也有個位置 讓他們聊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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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聊 這個環境不是很好 但是露天舒服的 我是水瓶座的 我是追求完美的 我覺得食材可以提供到的 Facility 我也提供了 無論包裝 我們以前就沒有一個膠袋 現在開始都變紙袋 雖然成本比較貴 但是你拿回去給別人 和李森站在客戶 我也想它更漂亮 同樣地如果你坐在這裡吃 可以坐在這裡吃 為什麼不做好一點 你說是否一定是格仔布 一定是紅白 沒有什麼想法 我自己也喜歡紅色的 是這麼簡單的 其實是很自然的 你不是刻意去做 一張桌子放在這裡 One-on 很多塊譜 沒有難度 只是一秒鐘時間 原來現在變成像一個名牌 One-on 沒問題 你一個人是有心機做事 做什麼都是有心機 你是追求一個完美的 它有時歪一點也會扔掉 這就是那種心 很有技巧 其實不是的 我相信任何一個人都做到 但你肯不肯浪費時間 那個心機 你這個餅兩塊打起來 我覺得一點都不難 但是做到好事正 這個就是心機 對